持续推动友善共荣公园 台中市政府针对西屯区内12座公园进行改善计划 预计斥资2400万元 打造全区无障碍通行环境 5号上午市长卢秀燕举行联合开工典礼 将针对全区无障碍通行环境 儿童游戏场以及公厕进行整体改善 希望提供给市民更友善的公园休息空间 让每个小朋友都能在公园内快乐游玩 是每位家长心中的期盼 推动友善游气空间 台中市建设局针对西屯区12座公园 进行全区无障碍通行环境 儿童游戏场及公厕改善计划 5号这一天举行联合开工典礼 关系我们市民它本身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提出美乐地计划 这个美乐地计划就要好好的 来进行所有老旧公园的一个改善 以及新公园的开辟 那今天呢是第一批 在我们西屯区一共有12座联合开工 那预计年底可以修善完工的 大概有10座 那明年大概有两座 另外其他区域我们不会陆续的近日之内 尽速的开工 让大家附近的这个公园可以改善 友善共融公园改善计划 预计斥资2400万元 210个工作天 部分公园也打破传统邮居的限制 导入轮椅荡秋千 让坐轮椅的小朋友也能体验荡秋千的乐趣 目前已经有10座公园完成设计规划 108年底陈述完工 主要是改善我们一些旧有公园里面的一些设施 包括了它的草皮绿地五障碍环境 那最主要呢我们带进来许多的共融的概念 我们引进了许多的这些设施 包括了像鸟巢式的这个亲子的鞦韆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摇摇杯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溜滑梯 还有呢我们在一些身脏人士 我想他坐着轮椅 他一生最应叛的能够来荡一次鞦韆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里面三星公园 我们特别也有一处轮椅溜滑梯 另外一件设局也提出台中美乐地计划 分为短中长期推动共融公园 希望让每位长者跟小孩 都能在公园内安心的游玩 提供市民友善舒适的休憩空间 介绍综缓台中采访报道